大家好 越南的出境更新了新的签证政策 如果你在外国人在越南停留超过一个月 或者每年进入出境超过三次 当然是包含三十天和第三次的 就必须办理劳动证 如果不办理劳动证的话 将会面临两千 个人是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 公司会面临三千五百万到七千五百万的罚款 所以这条法令我看了一下 是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生效了 如果你在越南 如果现在想要来越南 那么一定要安排好你的行程 建议在一个月三十天之内 一旦超过了三十天 你还没有去申请劳动证的话 这个时候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这个视频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因为自从电子签开始以后 很多人通过三十天的六三个月的旅游签和或者是商务签 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在越南停留很久 然后三个月以后他又出境再进来 这个方式成本是很低 但是目前越南的出境已经注意了这一点 他更新了签证的政策 如果你在越南停留一个月 或者是你每次哪怕只停留几天 但是你出入超过三次 你还没有办理劳动证的话 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视频就飞行到这里 大家再见